老乔站在机车膀子上准备往下跳 突然摇杆上的绳子脱落 飞机瞬间失去了平衡 老乔一杵子就扎进了机车膀子里 这时飞机开始在空中打转 老乔赶紧掏出那小刀 划破机车膀 紧接着拉出降落伞 老乔晃晃悠悠悠地向山崖上降落 谁知那么一阵小风吹来 老乔哗啦一下被吹下了悬崖 等他再次醒来 直接给他吓拉了尿了 他被挂在了悬崖的峭壁上 底下是万丈深渊 而降落伞刚好挂在了一截枯树上 他赶紧掏出了小刀 把刀子刹进鞋里 手脚并用 开始在结冰的牙壁上捣着 飞子脚上的小刀巴搭一下蛇了 就等着一下吧 头顶的枯树枝已经承受不住了 开始断裂 老乔健壮 赶紧噶身上的降落伞 还好他噶紧及死 暂时躲过一截 这时老乔往上一瞅 看着咩咩羊 蹦哒他妈跳上了悬崖 哎 这招行啊 于是他学着面面羊的姿势 开始一点一点的向上蠕动 终于他爬到了一个台阶上 可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脚下的冰面突然坍塌 来不及多想 老乔愉悦而起 抬着羊背 蹬蹬蹬几下就扒到了牙边 就在他使劲往上捣射的时候 一只公羊 正羊世丹丹的瞅着他 羊哥 你让我上去呗 上啥上呀 我看你上康都费劲 你帮我下去吧你呗 老乔被怼了个猎蟹 差点掉了就去 哎 你小样你还挺倔强 老乔突然抓住羊脚 公羊一瞅被拿捏了 于是赶紧往后捣着 老乔就这样被拽了上来 哎呦 啥也不说了 谢谢啊 爬上这座万米悬崖 只是老乔的第一步 而他的刺杀任务 才刚刚开始 一名该溜的丢出了一颗自知炸药 小帅健壮 拿着雨伞 棒的一下给敲到了后面 后面的汽车 碰的一下就爆炸了 老乔下令火速撤离 该溜的一瞅 完了怎么行刺失败了 还行啥呀 不独自我嗝屁吧 然而他抬头一看 奥匈帝国的总统又回来了 哎我去 这只是踏破铁鞋 无蜜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于是他掏出小手枪 照着总统 碰碰就这两枪 总统以及夫人当场嗝屁 奥匈帝国的总统 可英国的地界遇害 这下可妥了 让盟军德国有了借口 向英国宣战 因为害怕俄国帮助英国 这个妖僧 蛊惑俄国总统不让其参战 你就个从家祸西尼就完了 于是老乔带着儿子小帅 打算前去捉拿妖僧 然而从他走路的姿势就能看出来 这个妖僧可不是一般的power 果然妖僧在吃下了 还有剧毒的蛋糕之后 他跟个梅菜瘾似的 下一秒 他就把蛋糕全给吐了出来 原来妖僧每天拿鹤顶红荡开胃菜 早就练就了 百毒不禁 老乔一看 计划被试过了 于是拿起长剑 一杵子就闯了上去 谁知下一秒 他又站了起来 但他脑瓜再硬 也硬不过子弹呢 解决完妖僧 小帅提出想要入伍 但老乔当场拒绝 因为他答应过死去的媳妇 要好好保护儿子 但小帅还是偷偷去了军营 他跟一名小兵互换了身份 亲自去了战场 他刚一到前线 互换的身份立马就遭到了质疑 他们怀疑小帅是德国间谍 居然当场将他击毙 老乔听闻噩耗 哭得气不成城 他决心要为儿子报仇 可想要赢得胜利 他们还需要美国的帮助 但美国总统被间谍拍下了丑闻录像带 一旦参战 丑闻就会曝光 为了夺回录像带 老乔带的两名手下 闯入了德国的间谍基地 这是建在万米悬崖之上的人力电梯 老兄刚下降到一半 突然停在半空 原来是老乔突然闯了进来 大力士想离那个小鸡仔 而是在第六七老乔 老乔见状 赶忙发出信号弹 下面接应他的两名手下开始行动 女人端起狙击枪 那是一炮的一个 而老乔显然整不过大力士 这时老乔掏出小刀 一刀飞向大力士 谁知大力士跟那个没色影子的 一脚把老乔踹下了悬崖 还好老乔拔住了边边没掉下去 危机时刻 老黑一个三步上蓝的酷炫动作 跳上了电梯的大乘坨子 女人一枪打断绳子 老黑刷的一下急速上升 正当大力士一联盟逼之时 老黑一刀屁出去 大力士当场就嗝屁玩犊子了 而在电梯上的那位人凶 走的那叫一个相当安详啊 最后老乔和老黑解决掉了 这帮卡拉密之后 两个人开始搜寻 幕后的老瘪犊子 谁知两个人刚一进屋 瘪犊子就扔出了一枚手榴弹 老乔健壮 赶紧捡起地上的盾牌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瞬间将老乔整个浪给整屋外去了 此时老乔的脑挖子 被震得嗡嗡直响 瘪犊子嗔声追击 对老乔发起进攻 还在懵逼之中的老乔连连后退 很快就被逼到了悬崖边上 危机时刻 一只公羊一仰脚刺向了瘪犊子 哈哈 让你成天给我面前按摩15喝6 瘪犊子藏得挥起利剑 老乔一把捏住他 紧接着就是一炮子 随着老乔拉住他的围脖 瘪犊子卡在崖边 摇摇欲坠 哥 哥 哥 拉我上去 以后我跟你混 你就是我好大哥 可人老乔压根儿瞧不上他这种大院子 小手一松 瘪犊子刷的一下 就掉下了这万丈悬崖 第二天录像带被送到了总统的办公桌上 总统一瞅 哎呀 这拿捏我的录像带 可算是被赌完回来了 于是他即刻下令对德宣战 不久后 老乔回到了英国 开了一家裁缝店 而这家店 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 黄牌特工 嘿嘿嘿 嘿嘿